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梅菜扣肉 材料有新鲜腩肉1斤600克 梅菜250克 冰糖20克 姜1小块 八角1粒 先出水猪腩肉 放些姜和葱 放点酒 水滚后出水10分钟 洗干净 看到有些毛就拆了它 用刀松一下猪皮 放大约1茶匙老抽上色 开大约1茶匙老抽上色 在炸菜之前最好拿一个锅盖挡一挡 因为它会弹得很紧要 炸到金黄色可以拿出来 放入冰水中最好这些是冰水 让它起起虎皮 然后切开一件件不要切得太细 腌一下 放入少许胡椒粉 1茶匙五香粉 稍后梅菜也会放冰糖 猪肉也不用放太多糖 1茶匙糖 1茶匙盐 1茶匙生抽 1茶匙老抽 1汤匙绍兴酒 1茶匙生粉 装锅 1茶匙生 梅菜小炸 1茶匙生粉 是2茶匙密го 1茶匙 unglaub 1茶匙萝卜 2茶匙生粉 1茶匙 Among一定天 1茶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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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茶匙盐 落水 浸泡这个梅菜10分钟 浸淡盐水可以去一下梅菜的扭味 可以尽快变淡 这些梅菜已经浸了10分钟 撕开试试会不会太咸 如果太咸 多浸泡5分钟 我试过它都适合味 可以撕开它洗净 记住这些梅菜叶 要逐盒摊开它洗净 不然它有很多沙 这个梅菜头老的纤维 撕开它不要要 这些太老的纤维都切走不要要 这些梅菜 切多粗就随意 所以我不喜欢切得太幼 先白锅炒一下梅菜 炒至干水可以放一点油 我会换过锅 因为它底部有些东西黏在这里 放一点姜米和一粒八角 放一点姜丝和一粒八角 放一点青椒 放一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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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火炒 会有焗的 加大约1汤匙老抽 加大约半个饭碗多的滚水煮一下 把肉排好皮向下 正宗的梅菜扣肉要蒸3小时 要预备多些水 或者中途加水 水滚后转小火蒸3小时 现在蒸3小时 把汁倒出来 汁倒入芡 做准备的雅肉 碗子 放入芡菜扣肉 放入芡菜扣肉 创酱油 蒸5小时 它是擠色的 没有所有适合 理解 酱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